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们家的大胖牛又开始吃上了 大家早上好 我是双双 早上好 我是江南 首先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 我们家的牛已经订出去了 然后我也已经收到了我们家的订金 价格是17块钱 这个价格怎么说呢 不高不低 就跟我们预期还是相符的 但是可能跟各位看官们的预期 可能要低一点对吧 好多朋友都觉得说 你们家的牛应该卖17块5 卖18块钱 因为戴口罩的原因 大环境在影响 所以辽中地区的牛积压的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的地区也随着辽中那边的价格 现在好一点都能达到17 可能差一点的也就是16块5 16块7 所以说还是要看牛说话 所以说我们家牛整体来说还算不错 才能给到这个价格 如果说就是质量差一点 标情差一点 可能还给不到17块钱 所以说我们两个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满意的 我们已经收到了就是牛贩子给我们的这个3块钱的定金 然后他们说的是7到10天左右把这些牛拉走 他没有定期不定期 因为他不会通知你具体哪一天 然后我们估计还要再养一个星期左右 这一个星期左右我们还要去准备玉米豆饼 玉米鸦片浓缩料 牛饭经纪人来的时候看过我们家牛给我们了一个具体的数值 大概在1450到1500斤之间 具体我们这辛苦一年能赚多少钱 都看上秤这一把了 对干了一年 然后只等上秤这一刻 因为现在单价已经值到了 具体能赚多少钱 就看我们家的牛儿们全部都上车 然后一起泡地豹 好多人都说了 你们家有小型地豹 为什么不一个一个称呢 为什么 就是一个一个称的话太慢了 你这个牛在车下面来回这么跑呀拽呀对吧 你这个期间这个牛连拉带尿的对不对 你都在外边了 所以说你用小地方一个一个称 其实并不太合算 就是我们这边卖牛 第一个我们是把牛喂饱了之后才上车 然后把牛解开之后 用最快的时间把牛赶上车 到车上之后 无论是拉是尿都不是我的 都是人家的 都是都是重量嘛对不对 然后都算钱 所以说我们还是以这种 得尽快上车 然后泡大泵的方式来来搞这个事 这样是比较经济实惠 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合适的一种方式 然后又有人说了 你们一定要看好秤啊 辛苦一年别让人家虎落秤 会的会的 谢谢各位的关心 然后我们会找一个合适安全的地坡 把这些牛全部都泡一下 然后估计牛饭经纪人他还会再找一个泵 因为每一个人是按自己找的泵来说话的 两个泵估计也不会差太多 就是毕竟一个300吨左右的大泵 你可能差个10公斤20公斤 这个就不算差不算误差了 整体来说应该不会差太多的话 就两方都认可 如果差太多的话会找第三个 所以我们会小心的朋友们 会小心的 这几天我们还要准备大概一个星期的饲料 玉米也没有了 玉米鸦片也没有了 豆饼还有50斤左右 我们两个零零散散 这一个月已经拉了好多次了 每一次都不敢多拉 哎呀反正这次应该是出头了 毕竟钱已经进兜了 定金已经进兜了嘛对不对 这次已经是快了 好了朋友们别着急了 快了快了 这这回实话实说 一个星期左右关注我 然后等我直播卖牛吧 你们吃吧 多吃点啊 吃不了几天了 一会我去给你们准备你们的粮食 再养上一个星期左右 你们就要跟我们说拜拜了 其实我还比较期待 还有一些舍不得 毕竟养了14个月 辛辛苦苦一年的时间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